高世炎真的是聪明啊 三分球投不进 我也能制造你来一个三分犯规 高世炎外线投三分 造了一个孙明辉的犯规 王博之道非常不满意 告诉裁判他有勾角的动作 他投完三分球勾角了 他扩大了自己的获益空间 他扩大了自己的援助体 但裁判并没有理会 王博之道继续滔滔不绝地跟他在理论 裁判坚持了自己的判法 给了高世炎三次罚篮的机会 实话是说 孙明辉这个球有点冤枉 他本是想躲开高世炎的 但高世炎的脚却碰到了他 两人都倒地 而高世炎法篮的时候 广沙的球迷更是喊起了高铁 对高世炎刚刚的动作非常的不满意 这个脚往外的是有点明显的 这是扩大了自己的投篮援助体 这个怎么说呢